Hello 大家好 我是鞋底 我现在呢 是在萨拉热窝的火车站 这个火车站 我刚才问了 只有火车能去这个莫斯塔尔 一人是15马克 下午的4点半有火车 那边呢 就那边有一个汽车站 是这个萨拉热窝的巴士总站 我刚才问了一下 他又有车去那个班加鲁卡 是下午的3点半 还有车去这个莫斯塔尔 但是呢 我们今天这两个地方都不去 我只是给大家说一声 我们现在是准备做这个 很具有历史的油轨小电车 这个车坐五站 坐到最后一站 然后再搭个车去他这边 大概是上北下南国 西游东南方向有一个叫做 帕莱的一个小镇 那边呢 可以滑雪 我们打算到那边去体验一下 上车了 上车了 根本不需要在那买票 在司机这买票就行了 是吧 挺帅的出机 帕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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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还是头一次做这种 油轨小电车 火车到后边去 最孤独的位置 让给我们这种孤寡老人 最后呢 坐车 又到了这个市政厅 这个火车它是绕个圈 就回去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是最后一站吧 大概五六站的样子 现在是要沿着这个公路 大概还有个16公里就到帕莱了 我们去看一下那边那个车站 能不能坐车到帕莱 我们在这里呢 已经等了快一个小时了 人家说就在这儿 就有这个巴士 其实就是这个市政厅前边 哎 有可能就这个巴士 是不是这个可能 这个吗 真的吗 哦 那个人说的这个 Center Trance Center Trance 问问一下 快快快问 怕了 有个人说不是怕了 怕了 怕了 哦 no 白激动了 OK 白激动 白激动 天都要黑了 我们没办法了 只能搭低了 打表 14公里 来帮我拿一下 好 放一下 这个放哪呢 手上拿上吧 手上拿上吧 我坐前头了 实际上是第一次在这个国家搭车 挺帅的啊 这个车 1522 其实就是从沙拉热窝 沿着这个M5公路走 走到这个叫做帕莱的地方 还没到帕莱呢 这边有一个度假村 我们在这订了一个房子 这边呢是有滑雪的地方 一共才14公里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等啊 等这个公共交通系统 说是有巴士来 在这等到两三个小时 鸡毛都没来 他这个马表在这儿 哇 看着我上涨了 这是沿着山走吗 这边的山好高啊 全都是山区这个国家 今天的月亮真的好圆呀 但是我拍不出来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小镇了 一共14公里 就是这儿吗 到了 应该到了到了 下车了 这个女的直接进来的据是收欧元 20欧元 逗我呢 一共14公里 14公里就是20马克就了不起了 因为打表也是20 20马克都不到 刚才19马克 19马克不到 那袋子呢 什么袋子 我们提的那袋东西呢 对对对 大家一点好好 这个女的要 要欧元 20欧元 我的妈呀 他表方打的是马克呀 对啊 我们可以欧元的这里 开玩笑 开玩笑呢 20欧元是28 160 14公里160 明天宰我们老外呢 他要50欧元 他说五十了 他有病吗 他说五十 哦十五 五十五 从二十变十五 那也不行 对啊 对啊 就是米特 对啊 然后留了证据 闹事呢 刚刚那个是19 现在我们 我们就19 对 这个女的怎么样呢 那个男的老实一点 对啊 那个男的老实一点 这个男的老实一点 这个女的要闹事 五个人 要这个欧元 不可能给的 他现在呢 又说 又说这个 马克了 赶快给 就给他给 最多就给 最多就给他 给20马克 最多就20马克 那就给他40就好了嘛 对对对 给他40马克 给40马克 都算不错的了 一共14公里 一共14公里 到地方了 人多 你看这个宝贝 你看这个宝贝 真是你见过这个 Tattoo 你看你看 走 走 刚才给他们一人给了20马克 一共就14公里 20马克就相当于是80块钱人民币 80块钱人民币 十四公里80块钱人民币 我的妈也 他们还想要我们50欧元 看到我们要报警 最后又说收马克 我们说我们不给20 80 我们要给的是马克 打表的价格 所以14 他就说那我们得给 一公里收了我们5块7 他就想看到我们 一群人 在这刷上 太狠了 就开始收5收 对 1块就特别收 走走走 先找地方住吧 我们的房东来了 今天晚上呢 我们就住在这个山间别墅里头 后边还有柴火呢 看 但是太黑了 可能露不到好多柴火 这是我们的房东大叔 拖鞋 我觉得他们这个鞋身很漂亮 不错 度假别墅 值了 值了 这个房子 哎呀 一下子就缓解了我这个 受到的出租车惊吓 好了 你们我现在给你们提几个 请啊 那个检查WiFi 检查WiFi 检查热水 好 行 我主要是检查一下我的沙发 面条也煮好了 今天呢 三个菜 哎呀 虽然说吃的是意面 但是还是走的是我们 中国菜的 对中国菜的分割啊 下些菜 拌一拌 我还准备了大蒜 一包面感觉不够吃啊 反正少买两条 对啊 你看这点 我的毛也就没了 没了 就没了 对啊 你们不会没买方便面吧 没买 好样的 我都说明天早上就买它 嗯 来上一口 面条 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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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面脱了不多啊 嗯 这个面子够的 现在不用做酱 对啊 哇 嗯 我们今天还遇见个 那娘们还不是什么好人呢 肯定的 下车就要收欧元 谁给他的勇气 哎呦我的天哪 马上变了 嗯 最后要报警了 啊 收马克了 马克马克 哦 要跟马克差的远了 差一倍 差一倍 本身是80 他要收160 他想 单空子又没话 嗯 吃了饭洗个澡 我就准备休息休息 我一般是把这个视频 拍完以后呢 早到电脑里 第二天早上 我起的一般 比较早一点就是 六七点 我差不多就醒来了 大概 现在是跟国内 有大概 七个小时的时差 所以说五点钟呢 就是我们国内的十二点 我六七点钟起来呢 就看一下大家评论 回复一下 基本上就 再瞇一会儿 我就开始剪视频 因为晚上剪视频的话 可能状态不太好 今天呢 还遇见一个就是 坑货 是吧 坑货出租车司机 一般这样的情况的话 可能在非洲 我觉得发生的概率大一点 怎么跑到欧洲也发生了 但是呢 这种情况一点都不要慌 知道吧 大不了就报警 为什么呢 哪有说出租车司机 遇见 在外国人他就收欧远的 是不是 因为我们的给他的价格 已经很好了 十四公里 你们可以看得到 十四公里呢 给他给 二十马克 就真的是相当人民币八十块钱 他们这边的这个人的收入 本身呢大概 我不是昨天说了吗 就是大概有个 三千多 就是两千多三千多 收入超过四千人民币的 这种都算是高收入 都算很不错的工作了 你说我们 只坐了他十四公里的车 给了八十块钱 两辆车他给了一百六 就是已经算是非常好了 他居然下车以后张嘴就要欧远 欧远的话 那就是变成了一辆车就要一百六 那一公里十几块钱 怎么可能嘛 是不是 所以说一点都不慌 那已经给他给的就不错了 像这种坑货呀 真的是太影响人心情了 本身的话我觉得这个波克还不错 今天就被坑了一下子 我觉得心里有点就是不太高兴 再加上以后可能 离开了就是萨拉热窝 或者是去别的地方的话 一定要注意 就是这个价格 还是要学会在非洲的模式 就跟人家说死 就是时代品的话 他说英文 什么fifteen 是不是这样子 含糊不清的 是不是15和50 是不是 你就直接进 让他手机上 计算机上 让他输 输入一下 确定好 再三确定 马克欧元 是不是确定好 我看了还是把这个非洲这一套 用的这个国家好一点 这样子的话 避免被坑 好了 这个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喜欢我的环球旅行 纪录片 拜拜